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顺便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老根爹对战牛逼 这个中国2017年DOTA联赛DPR的总决赛BO5第二场 来看一看双方这场比赛的一个BP 由于这个其实刚一开始我就录了 但是呢由于跟这个直播间观众这个吹的有点多了 所以我感觉可能有点影响咱们视频观众的观感 所以我打算重新录一下 还好BP还没有结束 这场比赛呢在班人方面老根爹比较针对小明的这个点 那么把他的兵女跟陈墨帮了 把舒适抢了 这样的话小明是选择拿出了一个萨尔给自己来用 那么前两手牛逼是拿出了马格纳斯加剑胜的一个组合 老根爹这场比赛是给MAYB拿出了莉娜 然后在1号位的位置上放了一个巨魔 鬼一样的BP啊 这个其实就是 什么鬼啊 这个是 什么鬼啊 这个阵容 这莫名其妙啊 这个阵容拿的 老根爹这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享受巨魔的加攻速的一个加成 牛逼在最后一手给SACS拿出了铁 这个有点诡异啊 没用啊 这个东西了 捏这个阵容 这个巨魔拿的是什么意思啊 这场比赛倒是又变成了这个剑胜 斧王 巨魔三个人 三屁的这个局面 呃 角局的这场比赛比较有可能成为角局的一个是马格纳斯的这个脚趾棍的 还有一个就是圣唐这个点 圣唐这样比赛开心了 圣唐 老根爹这个阵容破圣唐折光的好像就斧王的这点灯能破 还有数十拉密暗言术也可以破 但是这两个技能生效的时间其实都挺慢的 就是这两个技能同时套在对方TA身上还行 如果只上一个技能的话破圣唐的速度并不理想 好我们来进入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实战发挥 分人没有什么可想的 孙妹两边的这个分人都非常的直观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从双方的这个实战发挥来说的话呢 我个人更看好一点就是牛逼的这个阵容 因为他这个马格纳斯加签胜的比较容易打出来 老干爹这个阵容就是一个个平本式的阵容 完全没有什么配合可言 这样米赛老干爹既然拿到了小强 他主要是第二手就拿莉娜了 他其实第一手拿完了这个小强以后 第二手完全是可以直接补一个卡尔出来 就是既然你决定去打征单的位置 你不是直接补一个卡尔出来 既然是一个穷鬼盾出门 小强是一个裸鞋出门 鞋一组吃树一个小蓝一个假眼 假眼是姚帝给他买的 这里刚才上来是用一个针眼封掉了这组野 那么在上面树旁边这个地方是插了一颗假眼 马格纳斯这是要抢服 推 没推出去也被对方给穿刺了 但是服也被这个维多利亚给抢了 AME并没有吃这个神服 巨魔这块也是远程近战切的飞起 不断的利用这个切近战 然后去增加自己的移速多追两步 然后切远程给个平A 因为切远程和近战是没有这个动作的 不会影响他的这个移动 也不会影响他的攻击 KP的猛版是直接是一个穷夷盾出门 穷夷盾然后呢一足吃树养了队友一颗 自己身上还剩三个吃了一个 这个巨魔打得好凶啊 给上一个穿测 巨魔变远程 这个变远程没出去这一下 但是KP这波兵还是成功的拉回来了 KP等于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血线 利用自己的血量把兵线拉回来 然后确保一波自己的发育 那么小强这里 过来要想干扰一下你的补刀 不过这一波兵由于远程兵不在 所以多少这个经验上还是亏了一些 还被反补了一个近战 悠久的剑胜在下落这个日子不太好过 这两个酱油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老十一自己一个腐王 把这个腐王把这个剑胜压的 现在有点没法补刀的感觉 腐王自己倒反而是五胜零反 发育得非常开心 已经是达到了二级 姚帝这里设置是一级 只有半管经验 卡师傅这里滚过来以后 想去打断一下姚帝身上的这个小蓝 不过没有成功 王由于山有一个穷鬼盾 萨尔这个英雄前期在点中 有穷鬼盾的人 其实萨尔的攻击力并不算太低 51点攻击力作为一个远程英雄 尤其是酱油的远程英雄来说 还算不算太可怜了 但是讲道理的说 这个版本前期如果从保护这个剑胜的角度来讲 小Y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小Y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用 小Y现在前期攻击力很高 虽然射程远近一些 但是这个超高的攻击力 是可以去弥补这个缺点的 另外就是小Y的技能 前期配合坚胜去杀人是很容易的 不需要升变阳 一级拉一级点 这个伤害就已经很爆炸了 马格纳斯把剧魔扔进来 推进来以后呢 是卡了一下位 这个剧魔被打了五下六下 七下 AME的这个走位啊 AME这个走位 对于这个塔的攻击范围的判断 好像是出现了一些偏差 按道理说职业选手 不应该在这种位置为塔打这么多次 防御塔的这个攻击范围 其实很好去判断 它的攻击范围判断就是这个 这两块砖 这两块砖就是一个横着的 一个正方形的砖和一个长方形的砖 这个这一片区域里边 只有这两块砖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在这个正方形的砖和这个长方形的砖 中间的这个边缘地带 这个就是塔的攻击极限范围 然后呢 由于它是一个圆弧形 所以你只要在这条横线以上 那你就绝对不会受到这个塔的攻击 这个地方大家在实战当中可以去尝试一下 掌握一些这种小细节还是有帮助的 每一个塔的攻击极限范围 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物 这个待会有机会的时候 咱们待会给大家一个一个去看一下 然后也可以当时那个Nout可以去看 但是Nout键的话 你在实战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技能释放和走位 就是掌握这个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一些这种明显的标志物 是可以帮助你在游戏当中更准确的判断自己的一个站位 这个在对中的时候尤其明显 中路这丽娜支援上来以后呢 包围的这个位置没包围 对马格纳斯绕了一圈走掉了 绕了一圈走了 知道对方的丽娜上来了 因为这有一个眼 这个眼是看见了丽娜出来 而且没有回中的这个动作 这波KB的这个马格纳斯还是躲得非常溜的 中路的补刀方面呢 目前TA的补刀时候稍微占了一些优势 你看这个就是当水平差不多的两个中单打的时候 TA打丽娜的应该打出来的一个效果 之前王奥是哪场比赛了 有一个中单丽娜去打TA 是TA去打这个丽娜 被这个丽娜打得连线都上不了 这个就是纯粹是个人的一个水平问题 看下这两个人好像是要过来搞事情的想法 小明现在是一级的框一级的C 杀这个房子多少点费剑 哎哟喂 小明这个走位 这种地方应该是先果断藏在树后生一个二的 生一个二级以后 然后再来去找对方麻烦 这样的话效果比较好 这里滚一下 减胜分上来给一个C 这波老师应该是死了 递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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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三级的萨尔没升过年皮士 升了一个二级的审殿 中路的补刀房子 目前ICC的补刀是25-11 对方丽娜是24-7 正反补方面 由于丽娜也是去上路帮了一波门 所以这个补刀上稍微落后了一点 得滚过来 没中 小明这里因为三级 升级的二级闪电 这里一个穿测 定一手 看看丽娜这个T能不能跟得上 能不能跟得上 这个距离是够的 预判一个T也够了 这个距离 那应该是可以带走 因为这里没必射程很远 还差一下 提供一个视野就行 一个平A上来直接带走 这里没必须拿到了一个一血 没必这个前期的对线 虽然不是很顺利 但是拿到这波一血 还是可以把自己的经济补回来不少 而且他出门选择的 这个属性装比较足 两个挂件 草鞋两挂件 加一个凝魂类 对战TA的时候 这时候装备 没什么乱用 卡尺这里是送了一波野 你是真心要送野的吗 现在这个版本送野 好像不太划算吧 卡尺吧 送野相当于是六级被 六级死亡的时候的一个死亡时间 补刀方面 现在TA还是保持的相当的不错 我们来看看现在七分半的一个经济情况 下落这里好像双方要是有些想法 经济方面目前 巨魔一个无减肥 303 那么优势录的这个坚胜 其实这样比在U9坚胜日子 过得算是比较艰难的 能保证自己的经济现在这么好 已经很不错了 中端的丽娜 虽然在补刀方面不如TA 但是由于拿到了一血 所以现在经济比TA要稍微好一点 好了大概100块钱 老十一的腐王在下路 属于是一个无压力补刀 这个好像能杀 好像能杀 一个斩 直接斩死了 这TA落地以后 要去拼干掉这个老十一 这里给上了一个 吃了一口魔瓣以后 老十一的拨打掉太拼了 这术式感觉也要出事 这恶念撇斥 恶念撇斥 给一下拨 不用给 直接过来以后 是卡师傅的一个滚减速 加上自己身上一个双倍 一棒子抡死 然后这一拨的主动进攻呢 对于老跟爹来说的话 稍微亏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压制了一拨对方剑胜的发育 还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然后这拨来找KP也看看 然后KP这里有一个眼 这个眼是看到了对方 后排支援过来的人 应该是要放弃这拨的 有击杀了 Maybe这个地方是等了一下 这里看到一只鸡 看到了一只鸡 土猫滚一下 因为这儿也是有一个 这个 这块这儿也是有一个 牛逼自己的眼 看U9这个位置 感觉U9又要出事 藏树林了 还行反应很快 U9这里看对方人都不见了 直接是藏树林 先把这两棵树砍了 砍一棵也行 砍一棵也行 哎砍错了 不砍了 砍错了不砍了 把这棵树砍掉的话 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里面绕出来了 前期剑圣在对斧王的时候 这个相位是特别关键的一个道具 它是一个对于 对线来说的一个质别的状态 这怎么死的 单人对线我都没往那看 这拨我的楼人头了 对不住各位 单人对线我没往那边看 而且他这个 丽娜放大去杀人的话 险限掉的太快了 根本就来不及看到 他掉血这个人就去了 先上这里过来以后 对方这儿一个眼被反补了 U9这儿也很果断 吃到这个眼肯定保不住 所以我干脆反补掉 省得给你100块钱 是不是这里现在是5级 3级弹炎术 1级巨变 1级的致命连接 然后有还剩 这里是在中午在努力的补6 但是选择买了一本知识之书 经验书的剩直接补到6 那应该是要找9级开团了 老11看看这块能掉多少血 U9这里过来开转 在追猴一下 但还是要被对方带走 请问IG去哪儿了 IG在打那什么呀 IG在打SRI 在你咱小光 在比较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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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现在是到了六级以后的第一波 这个立场框架大 那么框大的这个技能给出来 加上剑圣也成功的击杀了一波 辅导 延缓了一下辅导的这个跳刀 如果刚才那波没有成功击杀掉辅导 现在这个富王应该已经跳刀在手 已经是开雾出来找节奏了 姚帝现在手里攥着一个雾 攥着一个大招 他现在就是在等那个富王的跳 实际上 现在就是在等富王的跳刀拿出来以后 那么买到跳刀以后 直接去跟这个这里过来清一波远古 姚帝一直在这个地方在等 实际上 这个就是由于这个节奏被打断了一波 导致了一个后续的一个问题 如果刚才的这个富王没有死 他现在是等于应该是已经跟姚帝 已经杀一个人了 现在最少 这里一个扫描是扫到了对方的小墙 看看马格纳斯 再往下跑 直接回到这个二塔下 藏在修理里边 给富王跳好 富王这个跳到第一波 术士大砸大 术士直接把大招砸下来 一个斩 还是省了一个大招 省了一个大招 那么这样子 富王跟术士的第一波节奏 又是找了一波剑胜 剑胜这波被击杀以后 看看落地的是马格纳斯 这叫石头 莉莎尔康加大 找到对方老十一 马格纳斯顶 把对方给顶出去了 大招再给定回来 那么这里术士砸一个大 掩护一下 老十一这还是要死 TA来到战场以后 递回来 对方摇地的这个术士 ICC再追 看看再追谁 追一下这个地狱火 比较值钱吧 你现在没有跳刀 真的要这么追吗 追地狱火比较值钱 而且要好杀 这个东西 悠久这里回到下路 找个真眼 看到了对方的小强 这个是一个真眼 这给上一个穿测 聚魔过来 开进战 开始给输出 TA 漂亮 这个走位 这里奸正想回头给无敌斩 这个动作稍微慢了一点 他应该是早一点给无敌斩 就行了 ICC这里 还是有希望能够杀掉对方 这个奸正还差一下 再电一下 直接电死 ICC的下一个折光 还有两秒钟 开出来 先开一个引涅 对方插一个真眼 ICC这里 这个折光被对方的点灯秒破 点灯加银数秒破 刚才这个地方 这个TA跟剑胜这两个人的走位 相当漂亮 这在很窄的一个路口上面 很容易出现两个人相互卡位 然后当时TA是直接往下走 给这个剑胜让了一条路 剑胜是捋着这条路这么过来的 相当相当漂亮 这一步 虽然最后还是死了 但是这些小细节的操作 能看得出来 牛逼现在这是队伍的一个状态 以及队伍队员跟队员之间的一个交流 是相当到位的 大叔天辉优势路的那两波野要怎样 一波冰情 每次拉的时候就只能轻到小的 另外一波大野都是失败 这两个野还不好拉吗 你把这棵树砍了 你把这棵树砍了就行了 把这棵树砍掉以后 这块一般因为小野怪比较脆 你比如这一波野怪吧 这一波野怪的话 就是当一般来说最先接触到的 应该是这两只 这个加血的在最后 这是没有加血的那一波 就是在剩一只野怪 然后剩一只野怪的时候 另外一只野怪 剩两只 其中一只是满血 另外一只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 你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把这波一块拉出来 但是这个树一定要砍了 这个树不砍的话 会有可能丢失视野 然后你会拉到那个怪多绕一点 这样就能拉过来了 7.0的新版本地图 其实很多地方的这个拉野 都是源于这些树 就是极个别的一些树 很讨厌 还有包括比如像这波野 对吧 这波野这棵树 你给它砍了 你这个这两边就一览无余了 但这棵树要不砍的话 你就看不见 底下那波野怪 就是死活都看不见 没必这里直接绕过来以后 看到马格纳斯 但是现在这个KP 也是已经做出了 自己的秘法加上小刀 现在KP手里是有大的 马格纳斯加上剑圣的 这个组合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打一波 这个版本我十分推荐 大家在用酱油的时候 随身带个刀斧 砍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现在 老十一 老十一现在这个 跳刀出来以后呢 下一个招牌 还是准备直接去出刃甲 这个跳刀刃甲的腐王 是一个特别容易翻车的腐王 他是一个在你刚刚做出来的时候 前两波特别凶 但是越往后越伐利的 这么一种出装方式 虽然刃甲现在很厉害 但是特别容易出现 让这个腐王后续的装备做不出来 因为他不是一个提高 腐王生存能力的一个装备 就是想要打到前最好的方法 是不死 而不是罗杀人 但是刃甲这个道具 不是增加你腐王生存能力 他其实就是变相的增加腐王的输出 大家说火女出狂战如何 这个跳吼 没有吼到对方第一个人 看看肩上开转 我会走一下 仨人有没有问题批示 问题批示在这里 给对方小强看回去 漂亮 再一个跳吼 这个跳吼和队友的吹风给虫了 这个腐王感觉是要出事 铁这个位置身上有盾 马拉斯大招定回来 剑上一个无敌斩 只不过是一级的无敌斩 伤害不太够 开始转 往前追 没有追到亚密 跑得比较快 这里给递回来以后 再去找对方的剑上 找对方剧魔 干死以后 再收掉一个地狱火 很转 这拉回一个沉默 一脚踢 没有踢中 但是 粉的减速效果 还在这里吃了一巴恢复 一棒子 来一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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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下 递回来给力场 这个粉要到时间了 小强这一波跑得 还是非常漂亮的 维多利亚的小强 也是很果断 就是一直走 然后呢 有恢复我就吃 然后一直拼命的逃 一直忍到自己的 身上的这个粉 到时间 火女出狂战 不是不行 但是不好 就跟风行出狂战是一个道理 风行不是不能出狂战 风行可以出 但是呢 毕竟会浪费掉一个属性 也就是说 一个 四千块钱的装备里面 他可能本身的属性 自身的属性 占三千 他的特效占一千 你会把这个特效 给浪费掉 一个装备的实际价值 会比你出他的价值 要稍微低一点 就跟近战 出这个魔龙枪 是一个道理 近战 你看除了地捕师 这个东西 基本上没有其他 哪个英雄会去出弄枪 就是近战 一个东西 小强这个拉过来 一脚石要踢过去 这里还有一个阵眼 递回来 还有这个技能给的 虎毛再滚过来以后 对方的这个隐身到时间了 还是取消掉了 撒尔的一场大刀 给出来 还是没杀掉 这脚石要踢慢了 小强就得回到家以后呢 又是骗了对方无数个技能 自己没有死 感觉牛逼这段时间 这个节奏有点乱打的 好像一直在被对方 隐身的这个小强 四处逛街逛的 自己有点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KP 这个有一个链子 一直在穿自己 暴露自己的一个位置 吹风 我有这一波 马格纳斯这个可以的 马格纳斯这个吹风 掉下来的那个伤害 被凝魂类给顶掉了 如果没有这个凝魂类的话 他这下落下来 会承受一个吹风的伤害 是用不出跳刀来的 这个马格纳斯运气不错 而且自己身上这个 凝魂类带的很亮 这个阵眼差好多 算好如果 斧王不是跳刀加刃甲的话 你玩斧王是什么 出装思路 出装思路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看局势的呀 这个跳刀刃甲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 标准中规中矩的一套出装 但是跳刀刃甲 这种斧王特别容易崩盘 他的容错率特别低 直接滚走 没有撞到对方 那么看一下一个穿刺 穿到了 卡师傅这里 斧王过来 一个T 踢中以后一个G 直接秒 像斧王这种英雄 他最好的就是说 你在团战的时候 能活下来 这个是最好的 刃甲这个道具 一般不是让你活下来的装备 他就是让你杀人更快一点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的队友特别强势的话 马卡拉斯这个大招浪费了 这又是一个 又是靠着自己身上最后的这一点 最后一格这个宁魂类落地以后 直接跳走了 我还说他这个大招浪费了 还可以 KP KP身上的这个宁魂类 确实最后管 真的是管用了 斧王的话 其实最恶心 人家还是出先锋盾 然后 出先锋盾 然后转成功甲 BKP 这个东西比较恶心 或者像这样比赛 这个斧王出了刃甲以后 我一直不死 我只要不死就可以 能杀几个人 单说 然后直接去做BKP 冲你的脸 因为开着BKP的情况下 我吼到 你只能拿普通攻击打我 这个时候我开个刃甲 是很开心的 当然是团队少了 团队少支援鞋也是可以的 跳刀飞鞋的普通 也不是不能用 反正你们队友喷你 你跟我没关系 刚才还把跳刀拉背包里 防止被打断了 这个操作细节 我还真是没有注意到 TD2连 TTG直接打出来 VB这边也是憋了很长时间 被对方用这个 灵魂类嗅了好几次了 灵魂类这个道具 特别有意思 灵魂类这个东西 它是受到超过50点的魔法的时候 会自动触发 然后疯胀这个道具 它的伤害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伤害正好是50点魔法伤害 所以正好被触发一个 这个灵魂类 然后被灵魂类给顶掉 可是 可是 这个英雄没有任假 就是一条咸鱼 不是啊 防这个英雄 并不是必须要出任假的 AM1这个地方 自己打钱 被对方找到以后 尖身无敌展也是果断放出来 直接秒掉 这段时间 双方都是进入到了一个 比较诡异的一个节奏 都是在慢慢刷 哪边也不着急冲 王这个英雄最大的价值在于 他的一个无视魔免 且无法被净化的一个控制 这个是这个英雄最大的一个价值 而且他是唯一一个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他是唯一一个在小技能里边 而且CD很短的小技能里边 可以实现无视 长时间的一个无视魔免的控制 而且是一个团控 而且是一个无法被驱散的控制 这个是父王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所有的技能 都不可能去打断父王的这个吼 有一个技能除外 就是军团的决斗 军团的决斗 比这个父王的优先力要高一些 被决斗到的单位 你说你过去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父王的吼 想要去救下来 是救不下来的 这也没必直接一个吹方 损伸一个T 看下推过来 推过来以后 萨尔立场大招给一上 老十一这波开刃甲 直接被干死 悠久 顶掉对方的一波伤害以后 自己没有死 转了一圈 看看术士这个位置 还在用自己的一个地狱火 想要去追一脚石头 踢完两刀 SCC直接带走 摇地的这个术士 战场的下边这里 小强一个空插 巨魔跳刀过来 找小明的萨尔 带走以后 剑胜直接在顺利里面 转加TB走了 SCC在正面这里 被对方的父王吼住以后 直接是弹死了 用自己的刃甲 弹掉对方的伤害 但是自己还是死于土猫的 这个大招 想要去喝胜坛 没有来得及 没有走到的一个地方 卡什佛这里叫石头提晕 但是AIME的下一个跳刀 已经好了 吃过来直接挠死 那完成一波三杀 AIME这波还是很稳健 这个巨魔在拿刀 跳刀加上双刀以后 这波的团战 还是打出来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最终团战的一个结果是 买活死的父王 加上一个术士 换了对方三个人 等于是一个三万三 决斗和吼是同级 按照时间顺序 决斗和吼不是同级 决斗的那个 就是他 他的决斗和吼是这样 他的这个判定是每隔一段时间 进行一次判定 但是这个决斗的判定的优先级 他的判定密度比这个决斗要大的 比这个父王的吼要大得多 决斗比这个吼的优先级要高 这个当时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数据 这个是当时在DOTA1的地图里面 DOTA1的地图不是可以拿地图编辑器去看吗 在DOTA1的地图编辑器里面 当时有人看过 专门研究过这个数据 就是他是 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去进行一个判定是每0点几秒判定一次 我记得那是0点几秒判定一次 然后呢那个决斗是密度是比他大了很多 是0点几秒吧 还是还是多少 反正他的密度要大得多 所以他的判定优先级是高于这个父王的一个挑衅的这个逆跑 这里扑了 马格纳斯大招顶一下顶出来吗 没有顶第一时间 马格纳斯为什么 没有CD吗 有CD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把这个剧魔顶过来 看一下SCG的输出 直接找老11 几下直接秒掉 秒掉以后现在双方暂时是打成一包换一 剧魔的BKB已经开过了 这波还是不敢打 丽娜的大也放过了 剧魔的BKB也开过了 不过这边萨尔的立场大招也没了 姚帝现在赶过来 大招还有10秒钟 估计牛逼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判定对方数据有大 所以这波盾还是放了 马格纳斯第一时间没有推出来是为什么呀 这个小强这个操作亮了 小强这个地方这个操作亮了呀 先看一下U9开启圣坛 再继续扛 硬扛往这高地上面冲 找一下SCG这里跳刀 躲开对方丽娜的一个T再给减速 没给上 那么这波进攻应该暂时双方应该不会有更多的接触了 SCG这可能想要再追一下姚帝 跳刀CD应该快好了 过来一点一刀 一个波直接带走 这里给大家导回去看一下吗 看一下这个好像还要打 好像还要打 看一下 斧王这也跳好吼住了剑圣 剑圣这波被巨魔直接过来给一套技能以后吹起来 看看马格纳斯推过来了一个斧王 但这个时候的卡师傅已经死了 AME AME捶了半天 剑圣剑圣没有死 AME要死 AME要交盾 AME要交盾 剑圣的无敌斩这个位置非常好 最后带到了Maybee的身上 Maybee这波死了以后15秒的复活时间 现在还有 SCG这里被穿刺起来定住 剧魔一套疯狗一样的输出 开启BKB 再接着挠 悠久被打断 悠久被打晕以后 这一看看AME好像还是走不掉 还是走不掉 再推一下 最终还是被这哥仨给封城死了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老跟爹血崩 老跟爹之前起伞出来的优势 已经是化为乌有了 通过刚才几波团战 包括打Rosan这个积攒出来的优势已经没了 这波送的太狠 另外就是可以看出来 剧魔这个英雄他的缺陷 就是他秒不掉人 小狗为什么火的原因 就是我能马上把你打死 小狗跟剧魔的输出在于 就是咱们两个人站在这个地方 打一个目标 打10分钟 肯定剧魔打的伤害多 但是呢 就打2秒钟 或者就打1秒钟的时候 那这个只有比如我只有1秒 1.5秒的时间 给你拥有来输出 那么这个时候 小狗的输出要比这个剧魔 打得多的多的多 但如果你站在这 两个人都打一个目标 打一个小时 打木桩打一个小时 那肯定剧魔伤害高 这个就是这两个英雄的一个 这两个英雄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刚才那个位置 如果换成小狗去挠的话 这边已经多死了好几个人了 但是呢 剧魔打人就是这样 他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 攻速叠起来 然后还要去指望自己触发的被动 把对方打晕 你才能够产生一个有效的输出 有观众提出冰龙大招 跟这个决斗的优先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没有测试过 我回头去测试一下 就是冰龙的大 决斗和府王的吼 这个我记一下吧 我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里吹风吹起来 萨尔地厂加大招给出来 但是对方直接开启了BKB 一个T打断 还是这里直接被击杀 上路这里有9是带着自己的队友 攻到了对方高地上面 冰龙的这个大招我还真是没试过 我回头找给我去试试 到时候包含在下一期 这个学姿势里面 开始打出长姿势里面 试试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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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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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简单有效的一个蹲人方式 还有包括像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就是你藏在这一带 藏在这一带 然后往这做一个眼 或者你藏在这边 你藏在这边 往往这做一个眼也可以 或者你甚至有挑刀的情况下 你可以藏在这 你就直接藏在这个上面 把这个眼插在这个上头 然后等对方出来的时候 你直接跳刀过来 把他弄死就行了 这都是一件很简单的 就是在 尤其是在路人局 路人局 大家在拿到这种跳刀 可以打先手秒人的英雄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套路 很简单 但是很有效 比赛都是大家对这种位置的一个防范 或者说高分局里面 都会比较有意识的去防范一下 这种事情 AME这波有点冲动 自己一个人出来去找机会 赶紧走 牛逼这两个人 在留住的话要死 冰眼这边已经 SAC这波应该是走不掉了 SAC肯定是要死了 是不是这一个巨变摇出来以后 马格纳斯风杖落地来不及 一个推 再被对方的冰眼 追上来两个平A直接带走 这里也立大一个风杖出来以后呢 对方也是一个风杖 这里一脚石头加框 加大这个没必 要是没必被砍死的话 这个团战就出事了 AME现在自己一个人面对对方四个 还是在给输出 打不出来输出 这个完全 打不出来输出 看看土毛滚一下 这里奸胜赶过来 奸胜自己身上是有散尸的 不断的在用散尸和冰眼去留人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老十一的腐王 老十一反正买活过来的吧 SAC是买活过来的 巨魔又被给上了一个散尸 两个有冰眼的男人 开这边队 这一脚石头再拉过来一个城堡再滚过来 一个隐匿机直接带走 SAC这波买活非常非常的赚 这波买活等于他自己一个买活 加上马格纳斯一条命换了对方四个人 这四个人里边还 我怎么记得腐王死 哦 腐王是在下路这儿死的 腐王是在下路死的 这边寄混了 腐王是活了以后又来到这个站面 站这个正面去打个蛋 那牛逼这波带盾 这个盾应该是交给TH带 TH要让装备准备去出血迹 出血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剧魔 要不然的话他们不出血迹的话就要去出MKB 这两件装备相比之下 其实血迹的优先级也好稍微高一点 因为血迹这个东西套上以后 是所有的人打他都没有miss MKB只有你自己在打别人的时候是没有miss的 看看这波老干尼这个高地怎么守 应该是守不住感觉 因为现在对方马甘纳斯还有大 坚胜大招还有一秒cd就已经赚好了 也数字要一个巨变 不过对方根本就不上了 就让SCC一个人拆就可以了 血迹会覆盖坚胜的暴击吗 并不会覆盖 二者同时暴击取最高的 上路高地无损高破 马甘纳斯现在身上是引刀加疯杖加跳刀 没有做推推 下点装备准备去出去刷新 SCC现在紫愿已经挂到身上了 雪迹这个道具其实最贵的东西 就是整个雪迹这个装备里面最贵的 其实我个人感觉是它的卷轴 雪迹这个卷轴没有这么道理这么贵 雪迹的卷轴相当于是赋予了一个克迪基仙的效果 还有一个固定的暴击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雪迹这个卷轴所赋予的 就是它的包含的价值 但是固定的这个沉默致命一级伤害 不过就只有145% 这个伤害并不是特别的高 感觉这个卷轴价格其实还是挺贵的 毕竟同样具备这个克迪基仙效果的这个装备 比如说那个金箍棒 金箍棒是没有卷轴的 然后另外一个它还包含一个效果 其实就是省一个格子 但是其实说心里话 没有几个英雄会把这个水晶剑和紫愿两个刀就成为出 看看这一波技能打到ICC身上 但是这个位置马格纳斯不好发挥 所以TA还是选择去找正面 先去找对方的小强 马格纳斯这个大招漂亮 把两个人定在了对方几方这个萨尔框大里面 肩胜无敌斩 老实一旦巨魔两个人直接被怼死了以后呢 这里TA又是追死了一个术士 再把对方地狱活也给秒掉 Maybe Maybe再次被击杀 而且这个买活的巨魔似乎也是毫无办法 因为他当时这个TP是在包里边 他就算把这TP买上拿出来去飞过来 也只能是多送一个人头 这TA是拿到自己的血迹 装备基本上已经撑行了 我们这里NB打出GG 恭喜NB2比0 NB2比0 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那么这样的话还有一场 NB等于是拿到了赛点 还有一场 如果下一场比赛 NB再次获胜的话 那么NB基本上就可以 就已经拿到了这个TP的冠军 而且老干爹如果说这个比赛再次施力的话 那么除了这个冠军失之交臂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未来一段时间老干爹是没有国际大赛的 他们在所有的国际大赛的这个预选上面都已经出局了 这个也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 这样比赛从实战发挥方面来说 Maybe的这个莉娜打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输出方面巨魔也是打的还不错 但是几次巨魔的这个进攻 过于冒进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巨魔这个英雄秒不掉人的这个问题 这场比赛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现在大家在全部都是走这种 就是快速秒人的路线的时候 你秒不掉人 对方能秒得掉你 那你就一定会出事 你这个团战就一定打不赢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好了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那么直播咱们继续 我是萨法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同意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也会给大家多多打赏支持 就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三场的比赛